东北圆湖的47号是我们的家 在这里一共出生了三堆三胞胎 而我们是年纪最小的 我是喜欢卖萌的大酒 刘又欣 这是阿古的小酒 刘佐恩 这位是我们美丽的妈妈 而这位越来越胖的就是我们的爸爸 这位就是我妈妈的妈妈 我叫她 氧气的姥姥 我们家很大 很可爱 不随便的跑来跑去 越开心的就是每天洗澡了 你说我们的孝顺就知道了 可是我妈的妈妈却不这么想 别拍了 你弄我一身水 我刚刚收拾的第几遍了 大小小小 你别再拿那个了 去那碗面面去 赶紧着 不住啊 不住啊 害怕 害怕 我会把玩具放在整理箱 挨个一个一个一个马好 我刚一转身 两秒钟全给你打乱了就 让这位年轻的妈妈苦恼的 还有这个看似温馨的家 随着大小酒的到来 这里显得越来越不方便了 我现在脾气越来越暴躁 感觉有点更前期提前 是跟这个房子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身高一米九 我昔日米七六 像我们四个人 我们俩带俩孩子在这屋里睡觉 这两年多了我就没怎么直过腿 他们家这个房子 用句俗话说 就是驴粉袋外面光 好看不中用 大小酒的家是这个四合院的整间北房 面积八十平米 在我们平房改造项目中 是面积最大的一户 厨房 卫生间 客厅 卧室 儿童游艺区 姥姥房间 一应俱全 这个人均面积十六平米 双胞胎可以任意奔跑的假 究竟会有哪些不便 亟待改造呢 深江海 英国建筑设计硕士 曾在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麾下 工作一年 成功改造暖家开播以来最小户型 把十平米漏室 打造成两室一厅迷你别墅 设计是一场和自己较劲的心理路程 如何让每一个房子做得更有创意 让每一个人在空间里更加舒适 如何做到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 都是一种内心世界的修行 我是设计师 深江海 本节目由更受用户青睐的 一站式互联网加装平台 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 关注齐家微信公众号 轻松掌握加装知识 更有独家节目彩蛋 齐家网 一键加装都齐了 这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还挺大 面积不小 我只在胡同里边 我见过是最大的房间了 宽敞的空间 也让刚刚到来的设计师觉得 这里好像没有太多的不变啊 现在我们家最不变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透明不变的 玻璃门的卫生间 洗澡啊 只剩一个人 洗澡啊 只剩一个人 洗澡在这儿 对 你看这不是上边这盆头吗 洗澡这马桶就全湿了 盖上就完事了 洗手间位于整个房子的最西侧 面积1.5平米 间距如厕 淋浴 堆放脏衣服等多种功能 可是这完全透明的玻璃门 却毫无隐私可言 要担心外面来人 每次解决这个事情 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妈上了厕所呢 她上厕所呢 没躲门 这个1.5平米的卫生间 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局促 每次给孩子洗澡 都让夫妻俩非常的头疼 这个问题它虽然会省地 但是它特别容易存脏 这边边脚脚什么呢 下一个就是它比普通 给孩子洗的玉盆都要小一些 小朋友只知道每天洗澡 是特别开心的事 但对于爸爸妈妈来说 却是很辛苦的体力活 牙刷 牙膏 他身上的那个 那个面包超人的那个 哎呦 哎呦 其实折叠小玉盆 已经快满足不了使用了 大小酒坐在里边 显得异常拥挤 九妈只能坐在卫生间门外 给孩子们洗澡 环境局促不说 还经常发生这样的状况 哎 不可以啊 哎 怎么又咬了呢 哎 怎么又咬了呢 你为什么要咬啊 我看啊 小小小小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呀 为什么要咬人啊 咬你 你疼不疼啊 你干嘛 你咬的大小 你哭什么呀 我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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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同时忙活两个孩子 所以每次给大小酒洗完澡 不仅周围一片狼藉 酒妈也身心疲惫 家里洗手池的高度 是依据成人的身高设计的 没有考虑小朋友的使用 两岁的大小酒 已经掌握了洗手的毒门秘籍 不过如果大人不站在他们身后 还是会有跌落的危险 我们卧室就 基本上都是满的 大家小时候 你又把这衣服全给弄乱了 这总是 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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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他们睡觉的时候就会尿 卧室位于房间的西侧 面积12平米 有一张两米的大床 一进门 左手边的超大开放式衣橱 十分吸引人的眼球 衣服太多了吧 那你们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衣帽件 是的 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大的衣帽件 衣服摆放的非常整齐 这显示出女主人超强的整理能力 可是整理能力再厉害的妈妈 在面对孩子时 尤其是两个小导弹的时候 也会无力招架 甚至撤 在面对的 开放式的衣橱拥有超大的储物功能 但是却为两个小活宝提供了调皮捣蛋的机会 爱整理的妈妈也彻底败下阵来 下来下来下来 快点 快点 就比如我会把玩具放在整理箱挨个一个一个一个买好 我刚一转身两秒钟全给你打乱了就 其实穿的鞋也比较多了 对我们俩的点就是比较喜欢鞋 但这个鞋子只是一半还有一半呢 还有一半 对 那我带您来这边 这边是吗 这是个门 对 好吧 那一半鞋在这里了 我带您来看看 因为它那边是独立隔开的 这个的确是当进到右边的时候很意外 对因为右边门很隐蔽 非常隐蔽 因为进来之后其实大家注意力都在左边 原来在一进入户门的右手边 是一个铝合金的拉门 打开拉门一个6平米的储物间出现在了眼前 这边还有间门 还有间方 对 这就是稍微有点矮 您别碰头 屋里比较暗 我比较黑啊 这个 哇 这么大了 还是彩色的 一个几乎一个纯黑房间 后边就一个特别小的窗户 然后觉得那个是完全是靠灯光的 这种单层建筑里面没有采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业主家的房子共有五个小房间组成 西侧的三间被规划成了客厅 卧室 厨房和卫生间 东侧的两间原本出租 周回后用来做姥姥的卧室和玩具间 慢点慢点 哈啰 东侧两间的入户口高度不足1.8米 这对于身高1米9的业主来说 常常也会发生这样的小意外 一会儿 看什么 其实五间房空间很大 但是因为被完全这样生硬的隔离开 大家在视线上在交流上都完全被隔断 暗板都给烧糊了 这不怕这个吗 怕给它烧了吗 拿一按门挡着 火吹点 没地儿放了 没地儿放了 可以吃 厨房空间布局也十分不合理 炉灶和微波炉之间不足10公分 为了防止炒菜的火苗烧到电器 酒吧只能将菜板放在中间 由于家里大部分的空间都留给了孩子 所以一家人没有正式吃饭的地方 窄条形的小吧台就成了临时小饭桌 你家有收拾还有做饭桌 对对对 吧台的高度也很尴尬 一家人只能站着吃饭 小吧台不仅是一家人的餐桌 还是业主的工作台 酒妈要工作的时候 也只能站在这里完成 而经常需要在家办公的酒吧 趴在沙发上办公也是常事 哎呦 慢点慢点 由于兼职微商 酒妈经常要在客厅点货打包 这对活宝也是酒妈微店的金字招牌 好多漂亮的衣服 都是两个小萌娃试穿和演绎的 那今晚上咱就沙发上凑回去哦 您就好吧 姥姥也可以公共卫生间上卫生间 就是如果说那个卫生间 可以再隐蔽一些的话 隐私密性更强一点 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身高一米九的酒吧 和身高一米七六的酒妈 带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床上 休息状况也十分令人堪忧 妈妈 本身我们俩在这个床上就是 算是铺满了 但他俩的一来 就几乎就是跟下饺子似的 五口人八十平米的面积 在设计上就意味着 更多排列组合的可能 设计师究竟会为大小酒一家 打造一个怎样的房子呢 本节目由一站式互联网家装平台 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 齐家网一键家装都齐了 就想创造出一个在室内空间里面的一个室外花园的感觉 室外花园合适吗在这儿 损失这么大的面积 那排水怎么办 海光会不会受到影响 利用原来的室内空间变出一个露天花园 设计师深江海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后 遭到了团队很多成员的反对 胡同里面生活方式跟楼方式不一样 胡同里面是接近土地 更接近自然 有些家里有小朋友 我觉得应该给他创造出一个室外活动空间 设计师不仅想要变出一个室外花园 还想在80平米的空间里 打造一个拥有15大功能区的五室月层小别墅 这样大胆的想法究竟能实现吗 欢迎回家 那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回家呢 来问一问我们的施工管家 您的房子已经严格按照 其他网施工标准进行施工 装修完毕 验收合格 钥匙交还给您 欢迎回家 哇 新家钥匙 谢谢 快 宝贝 拿着吧 拿着新家的钥匙 那既然我们的新家已经验收合格 那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齐家宝来最终放款了 所以你看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装修满意财富款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拿着我们的钥匙回家了 走 走 回家 走 走 收房的日子终于到了 八十平米胡同老房 在设计师深江海的巧妙布局下 究竟能否变身拥有十五大功能区的 五世月层花园别墅呢 牛哥 是玻璃的 走进小院 大面积玻璃幕墙映入眼帘 一扫过去沉闷破旧的感觉 新鲜的入户体验让归家的人倍感兴奋 哎 你看这个 大小酒 你看 大小酒 你们的名字 设计师特意将大小酒的名字 留在了玻璃墙的外力面上 并增加了小臂灯 为小院晚归的人们提供了方便 来 好 开开了 这真干净了 我的天哪 你闪着看着就是极简 就为什么跟咱们家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走进新家 室内的空间以白色和木色为主色调 沉稳又不失大起 原有的梁柱经过精心的修复后 朴素无华 却不失自然的韵味 给人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感 进门处的小玄关功能齐备 长条形的换鞋凳和墙壁上的木质挂钩 满足了使用上的需求 多大 多高啊 对啊 居然是两层的 设计师将原本的隔断全部打通 创造了一个比较大的完整空间 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使得自然光最大程度地铺满房间 整个家都明亮了起来 一楼是一家人待在一起最多的空间 设计师将采光最好的玻璃花房 留给了一家人聚会的餐厅 阳光洒在整个餐桌上 让这里既温暖又有情调 原本只能站着围在吧台旁吃饭的一家人 终于有了像样的餐桌 设计师将一起吃饭 这种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归还给了这个家 哎呦好 这个柜子真多啊 餐厅的西侧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原本长条形的操作台被设计成了U型 布局更加合理 再也不会有之前的安全隐患了 哎呀 你看 露天了 真是 这挺好的 本身就有点采光 厨房的上方 设计师特别增加了一长条的天窗 增加了自然采光 暗厨立刻变明厨 只身其中烹饪 也变成了一件愉悦的事情 那就小走快来看看 这有什么 厨房的北侧 也就是原来小两口的卧室 被规划成新家的卫生间 面积六平方米 是原来的四倍 这里边还有呢 洗手间 洗衣机在这了 我可以把脏衣服放在这 这好 这小胳膊我好喜欢 这个砖 白色的小方砖 充满了北欧色彩 搭配白色的柜子 好看又实用 干湿分离 大大提高了 使用上的舒适感和便捷度 大鱼装 以后就干洗澡 就穿去了 坐下 哎呦 都可以脚对着脚 是不是 你都可以躺下了 那你躺下呗 设计师在卫生间增加了浴缸 大小九终于不用像以前一样 挤在折叠澡盆里洗澡了 而大空间也给帮孩子洗澡的大人 提供了足够的地方 九妈再也不用蹲在卫生间门口 一个人忙活两个孩子了 设计师特意在洗手盆前 预留了白色小梯子 方便两个小朋友的使用 走走走我要看那边就要看那边去 这是多东西 我还说没什么大柜子 你看看 这也是柜子吗 对这都是柜子 洗手间的门外 设计师贴心地设计了一个大衣橱 让沐浴换衣服的动线更加合理 而楼梯下方也全部被做成储物柜 不浪费一丝空间 储物在新家里变得更加简单 大小九 这是你们两个的小沙发吗 太可爱了 大小 过来找爸爸来看看 大小坐这儿 小小坐这儿 来宝宝 来宝宝 来 看 还好玩呢 我先坐会儿吧 我看看我这房顶 这灯你看我都喜欢这灯 还都有灯带 你看 整个房子的中心位置 设计师规划出了一个大客厅 为一家人的休闲聚会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屋子的中心部分保留了原房子的挑高 使得空间感觉更加开阔 暮色藤条质感的圆形大灯 给整个空间带来天圆地方的视觉效果 浅木色的沙发和茶几 搭配木色的灯具 与深木色的老房梁相得一张 打破了沉闷 平衡了新旧两种感觉 设计师刻意模糊了餐厅 厨房与客厅的界限 使得空间的功能性显得更加开放 相对于客厅的大面积留白和挑空 整个空间的东西两侧 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 西侧是卫生间和储物柜 东侧设计师又会如何规划呢 因为这是孩子玩的区域吧 这还是我可以拍照的 因为那有灯你看见没 这灯也挺高级的看 与客厅相连的东侧空间 设计师留给了两个活泼可爱的萌娃 这里是他们的游戏曲 也可以作为酒妈拍照的地方 专用灯光衣架 让拍照区的设施应应俱全 这是妖啊 这应该是我妈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姥姥的 因为当然床啊 而整间房子的最东侧 就是姥姥的卧室 房间和以前相比更加独立 也更有私密性 为白天照顾两个孩子的老人 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休息的空间 哇塞 有这么深呢 隐蔽式的衣柜 里面还有抽屉 你看到吗 有 我妈就会很开心 非常私人 非常私密 姥姥的卧室 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五脏俱全 储物空间更是不容小觑 牛哥 你快点 你中有工作的地儿了 还真是 我也有写快递单的地儿了 这就是柜子吧 书柜 我的书柜 这是我的书柜 而姥姥房间的正对面 设计师为一家人增加了一间书房 酒妈和酒爸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 或站着或跪在沙发前办公了 正好正好正好 又都不想走了 都想坐这了 从长远角度考虑 这个空间也可以作为大小酒的学习室 可谓是一举两得 考虑到家里的人口多 设计师在姥姥卧室的鞋对面 新增加了一个卫生间 同样有淋浴和如厕的功能 单独的洗手盆位于卫生间的对面 功能齐备也更方便老人的使用 这样姥姥再也不用忍受透明卫生间带来的尴尬了 在一层 设计师共实现了九个功能区 一个房间 那么其他六个功能区和四个房间又在哪里呢 设计师在房子的北侧 东西方向各设计了两部楼梯 每个踏步的下方都做了储物的设计 而楼梯的侧边 设计师特别设计了绿植花池 让空间更加丰富 也增添了生活气息 楼梯上方的圆形灯具和正对面的圆形小臂灯 相互呼应 在极简风格的空间里 简约而不简单 他们俩的房间 哇塞 天窗啊 想都不想想就是有天窗啊 沿着西侧楼梯来到二楼的第一间 设计师为两个小朋友设计了单独的卧室 大小九也终于不用跟爸爸妈妈挤在一起睡觉了 而这间儿童房 设计师并没有做成全封闭的空间 而是大面积采用了钢化玻璃高围栏的设计 这样和新增的天窗一起 就让房间有了充足的阳光 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双层钢化玻璃安全性能良好 且围栏的高度 设计师也做了充分的考虑 1.1米的高度 孩子即使站在床上 也不会有跌落的危险 走吧 隔壁看看 我就喜欢这种隔楼的感觉 不错啊 难得的二人世界 没有孩子 没有纷争 没有踩在你的脸上 踩在你的肚子上 没有尿床 儿童房的旁边是酒爸酒妈的卧室 设计师并没有用过多花俏的手法运用到卧室中 而是保留了非常单一的功能 让卧室更加纯粹 在西侧楼梯的正对面 东侧楼梯上方的阁楼又有怎样的功能呢 我还能看见我妈的房间 这是不是就是你梦想的小型衣帽间呀 刷到这儿放点书 跟这儿换个放点衣服 你看 我就想有个衣帽间 设计师为酒妈实现了女人梦想的衣帽间兼阅读室 合理分区的大容量储物柜在食用上也非常的方便 设计师为一家人预留了一间茶室 也可以作为储物间和临时客房使用 空间利用达到最大化 我们就先从我们这房间里面唯一的一个室外空间先开始 其实我们在这儿有一个室外花园 刚才咱路过这儿都没有看见 就以为都是落地的玻璃呢 哇 这后子还这么大块 这还小生子 还有一个楼梯 设计师将原来东侧储物间的一半 改造成了一个露天小花园 实现了室内空间室外化 这个砖属于大小酒一家的小花园 让这间胡同老房顿时生机勃勃 空间上层次也更加丰富 足不出户就可以饱览小花园独特的风景 为了排水呢 就这一扇玻璃就是比力 对 因为高了10公分 这样这个水都可以出去 我觉得光高层都没有想到排水的问题 我们现在屋檐上的水可能都会下来 所以就从这儿的话可以正常排出去 然后另外这个楼梨踏布呢 现在是用的花园板 就这种就是防滑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对 是啊 花园虽小 但是设计师考虑周全 排水防滑都做了缜密的安排 我们家上面人字坡上面没什么地方我记得 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好 跟您上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做的防滑墓 就是全架空了 这样的话就是您在这平时可以比如说坐在这 夏天我可以坐上面玩是吧 这个太地道了这个 太好了这个 因为你胡同里面这景观是特别棒的 这真的 这感觉太好 天哪天哪 好棒啊 通过花园的楼梯来到屋顶 一个专属的露台出现在了眼前 设计师用防腐木和钢结构修建了三个大阶梯 在这里不但可以登高远望 还是可以感受浓浓的老北京胡同风情 这个将来检修屋面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这个灵感实在太棒了 这个确实 给你一掌声 谢谢 这个呢 我们就在家里做了一条跑道 就是因为想起来小朋友特别活泼 你这个跑道很好啊 这个健身啊 这个是比较软的地胶 就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有弹性 对对对 考虑到家里有好动的宝宝 设计师将整个一层地面 铺设了防滑减震效果更好的运动地胶 在东西两侧楼梯之间 还特意用红黄两个颜色 给大小九做了一条长长的跑道 不仅给孩子提供了游乐的场所 也给房子带来了跳色元素 就现在家里面之所以做着跑道就是想让孩子在家给他感到那种游乐场的感觉 然后这个只是我们第一项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部分 那在哪个呢 那在外卫餐店 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站的地方就另外一个点 我们给小朋友做了一个 相对比较好玩的一种 秋千也被放到了客厅当中 增添了趣味性 也让空间更加灵动 怎么样 大九 好玩吗 以后这你们两个都奖励 谁表现得好 谁带客厅 双胞胎的游乐场 除了跑道和秋千 设计师还准备了第三种好玩的设施 啊这个攀岩 对就利用这枚墙我们是个做一个攀岩 刚才我跟我一样说呢 这就厉害了 爬上这边 给你看看哎 小小小能爬上来 扒上来 扒上这个 在这边扒这个 这也很好 这个我觉得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也练他四肢了 对 因为这两个小朋友特别爱动 对 他特别爱动 另外就是另外这位小朋友 我们找到了一个软垫 我给他拿一下 在极简风格的空间里 设计师又红黄跳色的跑道 五彩斑斓的攀岩墙 还有可拆卸的鞦韆 为大小酒打造了专属的游乐场 足不出户就可以开心的玩耍 就这个房间除了一个备用客房 包括您喝茶或者练鱼家 包括储物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备用的一个 长久的一个功能 还有什么备用长久的 就是将来 您现在两个小朋友比较小嘛 可以在一起睡觉 但是将来长大之后 分开一下 一间一间 对 我们都没想到 我们俩只想到五岁了 您想到十五岁 您是被语头谋 您是 备用客房也是储物件 茶室 瑜伽房 等孩子长大了 还可以作为单独的卧室 空间的叠加效应 让整个房子的使用面积 得到了有效的扩展 可谓一房多用 这里面 这有一个隐藏门 哎呦没有看到 刚才我们俩看这么仔细都没有看见这个 因为这个话就是因为那边就是您两位房间嘛 就这样的话就是小朋友过去 或者说您这边过来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说晚上有点什么事 哎呀这个点真好 但这个呢比较遗憾 因为我们这个梁 这个梁是就在这砍着的 所以我们就只能做这么多 就是您两位过来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没关系 考虑到照顾孩子的方便性 设计师在儿童房和父母房的中间 特意预留了一个小门 虽然由于房梁的存在 小门的高度被压缩到65厘米 但是作为应急通道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老婆是这样的 因为腰伤 然后都现在都没有赶过来 那如果说老婆来的话 她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就是一家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在 在玄关刚进门的时候 其实有一幅画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三文设计模型 然后做了一幅拼添画 然后就把咱们一家五口人 都在这个画里面 就是咱们家呀 对 包括在颜色上 我们用了一些其他 就是您之前老房子的颜色 设计师深江海 用房子的改造图 加上了五口人的卡通形象 做成了卡通拼贴画 作为礼物送给了一家人 希望大小九 可以在他设计的暖暖的新家里 健康快乐地成长 那么装修这样的房子 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拆除加固花费5.5万元 硬装30万元 新建钢结构5万元 共计40.5万元 现在登陆齐家网 即可以每月8,438元 申请获得上述装修服务 我觉得家是一个人最温暖的存在 尤其是在这可以跟牛哥 跟我妈妈 跟大家就在一起 在这生活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 特别特别的温暖 你说现在给家多舒服 该有太阳的地方 有太阳了 采光也好 然后就家人的陪伴 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的幸福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 万分感谢 万能的新家成功 也好 中文字幕提供